如果分手之后发现还是彼此相爱,那么旧情复燃也没什么不好,大部分情侣复合都会给予人一种真爱的感觉,得到很多人的祝福。 据圈内申编报道,胡歌与薛佳宁已复合两年之久,这两年胡歌风生水起却咸有绯闻,自己也非常注意,坚言与薛佳宁复合不易。 上个月,精心贴出来过一则关于胡歌与薛佳宁的照片,不过随后又将他删除,暗指圈内都已知胡歌薛佳宁早复合,另陪上自己一张带有皇冠照片祝福。 胡歌和薛佳宁,两人曾经的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,06年相恋,胡歌也是在06年遭遇车祸。 车祸后,薛佳宁是第一个冲进医院的人,为了照顾胡歌,更是停工一年陪在他身边,只是可惜了当时这一对恋情分手。 却有圈内好友祝福爆料已复合,因胡歌知道复合来之不易,更加珍惜二人感情,则不对外公布。 三张相片便是胡歌今年与薛佳宁暗示复合信号。 虽然照片内容里,背景薛佳宁身边都是中国人,而胡歌却出现外国人,应该是怕网友发现而有意为之。 但恰巧是二人身后大树却是一模一样,又都是背对大树。 胡歌身后建筑物又与薛佳宁戴帽子这张身后夜晚建筑物不谋而合。 由于胡歌去年赴美学籍,再加上金星在今年八月秒删微薄, 却内好友的口述种种痕迹表明,胡歌与前女友薛佳宁已复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